电脑开机嗡响声音大怎么回事 想到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大部分都是里面的散热风扇不好 只要我们简单的维修一下就可以了 像一般的电脑有三个地方都有散热风扇 第一个就是CPU上面的散热风扇 第二个就是显卡上面的散热风扇 第三个就是电源里面的散热风扇 所以当我们电脑开机过后声音大嗡响 我们首先需要判断到底是哪个散热风扇有问题 比如我们没开机之前 把这个CPU风扇给它按按一下 然后开机听听看响不响了 如果开响 那说明是别的散热风扇不好 我们又再试一下这个显卡 一样的把它按住开机 如果不响了 那说明就是这个散热风扇有问题 比如像这个电脑界源就有这种问题 声音大嗡响 我们来试一下 你们听 听到吧 有一种嗡嗡声音 好 现在我们就把它拆开 维修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散热风扇给它拆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贴纸 我们把它撕下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孔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面加点润滑油 一般的就可以解决了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喷点润滑油 清洗剂剂 再转动几下 晃动几下 好 现在我们把它全部撞红 试一下 你们听 现在这个风扇基本上没有什么声音了啊 只有很轻微的风的声音 所以说电脑风扇嗡响声音大 我们只需要这样简单的修理一下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嘛 好了 搞定